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翼普通话频道 今天是2023年12月24日 星期天,今天是平安夜 前两天不是平安夜 而是冬至 就在冬至这一天 我们的伟大领袖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人民 包括全港人民送上了一份冬至大礼 这份大礼是一纸公文 结果导致两万亿的财富灰飞烟灭 果然了不起 当天,国家新闻出版处网站 出台了一份网络游戏管理办法的草案 征求意见稿 结果只过了几个小时 就把整个股市给炸掉 这份意见稿里面的意见有8章64条 每条细则都已经规划好 说游戏行业的主流设计和玩法策略 都需要做出一个很大的调整 直接影响到了每款游戏的日活流水 导致它们少赚了很多钱 使得它们在之后的前景非常堪忧 这样搞股价当然是会迅速下跌 这个不利的消息简直就是一个核弹A股游戏板块冲仓 一大堆股票全部打跌 例如指天科技、盛天网络等等 十几只股票下跌了10%以上 有30多只股票下跌了9% 接近10% 根据同花顺的数据显示 A股游戏板块总市值15000亿 之后是港股 网易大跌24% 腾讯跌了超过12% 还跌到了15% 市值已经蒸发了5000亿 现在按照汇率计算 还有其他的股份 例如祖龙娱乐 中手游IGG网龙 创梦天地 心动等等 全部都下跌了一成以上A股 加上周边的产业 总共损失了1万多亿 而最近很多人都开始觉得 腾讯可以买了 例如大陆的股神段永平地 不断唱好腾讯 但是郭卫东等一些投资界的名人 在朋友圈抱怨 估计他们都是买中了了港股 腾讯和网易 结果网易和腾讯已经蒸发了几千亿 上海A股连同其他板块 总共蒸发了15000亿 本地的股市加起来的数据 已经蒸发了超过2万亿 试想一下 一份文书就已经消灭了中国2万亿的财富 所以造空经济的到底是谁 原来就是中共内部的部委 随便一个新闻处就可以把股市推倒 其他人都还没有发工 要是每人出一招 股市岂不是会归零 现在大陆有很多不论大小的投资者和股民 都对这个部门感到十分愤怒 曾经传出这份意见岛 出台了五个小时后就急忙撤下 究竟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实际上应该没有 因为这份文书出台了之后 在所有的网站仍然存在 所以根本就没有撤下 既然没有撤下 那很明显就是要去认真打击 所以在这里我想问一下 中共一方面说要禁止人们唱空 结果你却自己出台政策把股市给炸了 那这一次是不是有境外势力渗透了你们的宣传部门 还是国安部门又要跟中宣部斗争 因为你是新闻总处 这次出事的是国家的新闻总处 新闻总处到底有什么目的 中国的投资者就好像带载的羔羊投资在A股 左边被你砍一刀 右边被你砍一刀 这一次不是外国势力唱衰你了 而是你自己国家的部委 而且还是国家新闻出版处 大家就这样听起来 都觉得中宣部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机构 但是它竟然有这么可怕的威力 可以把这些股份给震散 而且现在很明显 他们是一意孤行要继续下去 星期一的股市也不知道会继续跌多少点 在中国的很多朋友不是想盲目支持中国 而是他们没办法 因为大陆有很多人没有渠道去投资外国的股票 他们想买美股的 也想买印度和越南的股票想投资海外的ETF 但是没办法 国家不允许 国家卖理财产品给它 他们在各大银行机构买的理财产品全部都是中国的资产 娜娜想避险行不行 可以 但是唯一可以买的是黄金 或者是原油期货 而且原油期货在之前也被宰得很惨 所以老百姓可以买的东西非常有限 没办法 只能买黄金或者是其他东西 总之就是买中国的资产就肯定完蛋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国安部门已经说白了 要去抓一些唱空者 那现在怎么办 现在是你们中国政府的部门跑出来把整个股市给整垮了 而且还不是唱空者 而是行凶者 是他直接动的手 这样子那试问中国的经济又会怎么会好 你们怎么还不赶紧行动 现在已经有人说要举报国家新闻出版处了 你们是不是受到了境外敌对势力支配 谁让你们这么搞的 这个命令是谁下的 一定要追究下去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 聚焦一款备受主目的 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 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异于导航的界面 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 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 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 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 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严格的无日制政策 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 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 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 特别折扣连接 虽然我觉得这样不错 但是另外有网友解释说 他们的原因 是要人们不要那么沉迷打游戏 例如他想吸引你 就要你每天都要登陆 你每天都登陆的话 连续一个星期 或者是连续一个月登陆 就会有奖赏 第一次充值 会给你多少好处 基本上就是要忽悠你去充值消费 当每一个人都沉迷打游戏的时候 在现实世界得到得不到的东西 却在网上世界能够得到 这就变成了沉迷网络 这样他们就不用结婚生小孩了 因为不用奋斗了 还奋斗什么 但是中共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帮韭菜 需要给他们希望 让他们去继续奋斗 就好像一头驴 为什么他会一直往前走 因为在他的前面有一颗红萝卜 他觉得我往前走就可以吃到红萝卜了 结果现在那头驴已经知道 那是在骗他 那颗红萝卜 我根本就永远吃不到 那我还这么努力干嘛 我宁愿去打游戏计算了 而现在你又想没收了他们的手机 他们当然要跟你拼命 在大陆 打游戏的人当然是沉迷得很严重 但是没办法 他们觉得反正我是韭菜 我以后什么都不干 不结婚 不生小孩 我没有下一代 我只要顾着自己就行了 现在连打游戏机你都不让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想我一天24小时做牛做马 帮你做奴隶吗 网上有一段很恨火的影片 有人问一个年轻人 年轻人 你为什么不买房子 年轻人说 我为什么要买房子 你不买房子 以后怎样结婚生小孩 年轻人说 我为什么要结婚 为什么要生小孩 你不结婚不生小孩 那以后哪里还有希望 年轻人说 我现在那么穷 已经没有希望了 我还结什么婚 生什么小孩 你不结婚的话 怎么对得起下一代 年轻人说 我现在那么穷 如果还要去结婚 我就真的对不起下一代了 我是对下一代负责任 所以才不结婚 想生小孩 是你们上一代的事 我们现在那么苦 已经穷成这样了 你还要我把这个痛苦 带给下一代 开什么玩笑 所以在现在的中国 很多人的看法 已经开始像那头驴一样 他们已经知道 在面前的红萝卜 永远吃不到 所以他们要躺平 但是现在中共就是不想你们躺平 它想要你们继续努力 每天继续努力开工 继续为这个国家的前进出一份力 但是实际上 我认为不是这样 而是现在中共看到燃料自己跑了 它就要去忽悠那些燃料回来 因为所有的中国老百姓 都是这一架高速列车的燃料 你们不是乘客 你们只是车上的燃料 当大家都知道自己是燃料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跑路了 他们已经不是人矿了 人矿挖来挖去很容易知道 现在你是燃料 你会被扔进熔炉 使得列车加大动力 但是现在燃料开始跑了 我才不要被你扔去帮你加速 我要闪了 所以现在共产党很努力的 推出一些政策 想忽悠他们 但是现在有很多老百姓 都已经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 不是韭菜那么简单 而是人矿 或者是燃料 燃料这个说法 应该是我首先提出的 所以这一回一份文书 就搞死了那么多人 除了做燃料的那一批之外 还有一批人的手上 有一点点钱 那些就是韭菜人矿 我们投资下去 你们还要对我们进一步的打击 那你让我们还怎么去再相信A股 还是走人算了 动辄就要打击 你让我们怎么搞 我们受不了了 要走人了 所以我认为 现在大陆的情况很严重 内部斗争 有中宣部斗国安部 两边都在搞权力斗争 结果只会加速整个中共的分裂 当然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 但是老百姓一定要懂得规避 因为像这样的斗争 你一来我一往 最终受伤的肯定会是股民 肯定会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远离中国 远离香港的股市 你自门就的第一步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 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诚意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 T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